同样也是阿美族 我们看前进传承之路 这是花莲的太巴朗部落 日前开设了一个制刀研习课 让青年透过亲手来制刀 重新认识祖先还有文化 这刀具呢不只是工具 更是象征的青年学员 他们深刻体验到传统工艺的精神 还有其珍贵的意义 阿美族人上山采集 手边难免都需要这么一把好的刀具 为了要传承在地的制刀记忆 光复太巴朗部落自主举办了制刀研习 进行了围棋三个礼拜的课程 而每一件成品都是大家 全新制作完成的心血 能够亲手打造出人生第一把刀 也成为了学员们在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历练 大家都很珍惜这一次的经验 它是我第一个刀 然后是我这好几周来 然后总结在一起 然后我花费了很多的心力在它身上 然后它是我一笔一笔这样刻出来的 所以对我来讲是很宝贵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刀之后 能够更继续为一体 我觉得就是刀其实也是一个零的一个展现 因为你自己做亲手做 它一定是会跟你有一个切合 所以之后这个刀 能够跟你一起去使用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发展 刀具是阿美族部落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 其中依照尺寸以及用途 又可以分成大刀及小刀 两种不同的类型 这一次的课程也是让参与的青年们 从实作当中来认识过去刀具使用的文化脉络 同时成为传承的种子 在现在年轻来的宁可花钱要两千块一千八 就可以买到一个一把刀 能够真正使用到你自己做的刀的用意才是真正的 在过去来讲刀不是用买的 自己做的甚至做不了还是传承的 透过我们社区的我们部落的妈妈 然后去学习这样的技术之后 那未来希望他们也可以成为 这样部落的一个熟悉这样技术的人 在凡是分工分业的现代化社会 象征阿美族个人身份的刀具 也往往成为了买卖的商品 部落青年透过自觉发起了工作坊课程 从制刀、刀鞘的雕刻到刀具背带的编织 系统性的研习内容 希望能够让这份珍贵的传统工艺 扩得延续 人间新闻我们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都不断的